我的天哪 有个小伙子感冒后一直不停的咳嗽 就这么咳咳咳竟然咳出了一只病毒球 这种病毒球还会越长越大 有人把它们给剪开 在里面发现了一枚彩色的阳光水晶 据说谁拥有了这颗水晶 就再也不会感染上病毒了 真的太神奇了 不是吧 咳嗽还能咳出病毒球 不可能的病毒还会咳出不同颜色的病毒球 病毒球里竟然还有阳光水晶呢 人家拥有了这种阳光水晶 我都会满上个痊愈了 真的有这么神奇的神吗 我说有在咳嗽 我也听见了 咳嗽声音还超大呢 咳嗽快点去 是小雨在那里咳嗽呢 好像咳嗽有点厉害呀 不是吧 他竟然咳嗽病毒球了 还可以咳嗽往下掉呢 他走了他走了 我快去看一下 哇真的是病毒球哎 妈呀怎么有这么多颜色啊 难道小雨一下子感染了四种病毒 咱们赶紧把这些病毒球捡回去看看吧 说不定就能找到阳光水晶呢 我们已经捡到了八个球了 我先来捡开这两颗蓝色的看看吧 这个球捏起来软糊糊的 这个病毒捏起来滑溜溜的 咱们赶紧捡开它的小球就看看里面有什么吧 哇 哇 全都是白猪小猪子呀 通光是透明的海洋猪 可惜这里面是空的 没有看见阳光水晶啊 咱们再来捡开这颗蓝色的球看看 我不行 呃 这颗球里面怎么全是白猪奶油啊 把里面的奶油给挤出来 可不其然这里面也是空的 这蓝色病毒里面没有 那我要找找粉色病毒吧 就有两个粉色的 因为里面是奶油 以及个里面是小猪猪 那咱们上来这小猪猪吧 我见你 把小猪子全都掏出来 来来 这就没了 算了 小伙伴们剪个蛋子 我们再来把奶油的也给剪开 我见你 我见你 原来一下子就爆出来了 出来 让我来找一下 这颗里面也啥都没啊 等于咳出来的这病毒球 怎么都是空的呀 这蓝色病毒出起来还不错啊 让我来剪开看看吧 这两个蓝色病毒啊 一个是亮光的 一个是雾面的 咱先来剪开这个雾面的看看 原来这个里面全是奶油啊 看来这个也是空的 在阶段里来剪这个亮光病毒 把里面的小猪子弹出来 再来清空一下 这个里面也没有啊 现在就只剩无数量的 做过两个绿色病毒了 我这个视频里好像就是绿色病毒啊 我们都会在这里面 我捏捏捏 啥都捏不出来啊 那咱先来剪奶油病毒吧 听过来吗 你们知道为啥病毒会想这么多主角吗 扯开 扯开 可主白沫了 来 这个猪猪里面没有阳光水晶啊 陪我只能靠你了 还有小口 它里面的小球球给挤出来 诶 这怎么有一块东西挤不出来啊 这不是 阳光水晶啊 小伙伴吧 这阳光水晶也太好看了吧 我们爸爸来的 好看了很多种颜色 这光泽感太好看了 沉沉沉沉沉的 像怪物诶一样 有个他真的能让感冒痊愈吗 不然我跟他去给小雨试试呗 快看 小雨还在那里咳嗽呢 咱们偷偷把阳光水晶给他 藏好了 那你特替 A few moments later 诶 我怎么突然感觉不咳嗽了 好像这个嗓子也没那么疼了 出了 你该不会是痊愈了吧 我的天呐小伙伴吗 你给世界建议这武器新年礼物了 这么大一个箱子呢 不知道里面做了什么好东西 我给你来看一看 诶 一个超迷你的熊鲁蛋 还有一个勇仿磨成的小猫盒 哇 还有一个大家伙呢 这不是最新的 柠檬运动会系列猫盒吗 我可是想要很久了 没想到这次迷你世界 真有压吧 直接给我进了一整个箱 那就别废话了 我给你来带大家看一下 柠檬运动会 一整个系列是什么样子的吧 这封面上就是我超喜欢的 运克拉 他正在踢足球呢 太可爱了 玩具来开启 哇 一共有六盒 这盲盒今天比我八样还要大 我的天哪 我以前拆的都是什么秘密小盲盒呀 你来打开低额 看看里面是不是我最想要的迷索啊 开启 哇 这是 苏灵 我的妈呀 他竟然骑了一辆小单车 你能快发跑 这小单车竟然还能跑 那第一款就这么可爱 哥谁受得了啊 这人的迷你车 我希望接下来你们看到迷你 我还想拿眼睛 那就 你吧 猜猜这一次会是谁 看着颜色 难道是 兔美美啊 咱们的兔美美好像是在打网球 我看一下 有个爱心的按钮 按一下会发生什么呢 来试试 按一下 他就会怪我拍子一下 这个互动玩法也太有趣了吧 虽然每个都是个互动玩法的 小伙伴们 你们有一点小小期待呀 看看这一盒是什么 咦 蜜菱萨 该不会是蜜菱萨吧 他个人是蜜菱萨 哇塞 他也站在了一个小台子上呢 蜜菱萨看起来也太轻轻有人了吧 好可爱呀 他也有个小按钮 按一下 按一下 他今天怎么听不懂啊 感觉好有意思啊 太好玩了 我简直都要拆上瘾了 每个人都吃惊喜啊 哇哦 看我出了个谁 竟然是熊孩子啊 没想到熊孩子这次参加的项目 竟然是打棒球 不过他看起来一眼惊惊蛮反的样子啊 应该能拿个不错的好成绩吧 还可以 哦 青色的 这是 小金蛙 难道是 蛙太郎 果然是蛙太郎 哇塞 这次班的蛙太郎可高大上了 竟然在打高尔夫球呢 快看 小球还能一干净动呢 最后一盒哦 猜猜看 这里面会是谁吧 黑白的 哇 这人看起来 胖大啊 胖大这个更动项目 竟然是 啊 星光球 快来给大家乐联手 哎 这球咋飞不远呢 这个盒盒都拆完了 小伙伴们 为你最喜欢他们当中的哪一个呢 正好今年是初年 后来我决定啊 用初美美来给小粉丝们制作一个初年礼物 我准备了一个粉色的文具盒 看起来这初美美还是蛮扎的 里面还是风格区域的哦 现在呢 我们用奶油胶来给这个文具盒装饰一下 咱们先用白色填铺在文具盒上 那面这个白色咱们已经填铺完了 现在来点粉色的花边吧 咯咯 花边完成了 看起来是不是像一块敏锐的蛋糕呀 接下来我们再来加点好看的装饰没有 装饰完毕 最后来加上我们的初美美 两个的初美美啊 必须要在C位上 位置好哦 我们留在单以后 就是一个超美的文具盒咯 还可以启动它的按钮呢 大家一定要记得去评论区留言哦 我会出现一位小铺 把这个漂亮的文具盒送给你 我们还会出现两位小铺 送上迷蒙游者炒磨成帮盒 有一个迷你扭蛋 赶紧去留言吧 我的天呐 你在草丛里 捡到过这种白白软软的小兔子吗 有个小女孩 捡了很多这种小兔子回家 发现它们可以拉成超长一条 用剪刀剪开一看 兔子里竟然有一只绚丽的水晶兔兔 用热水一浇 就变成了一只彩虹水晶兔 据说有了它 兔年一整年都会好运爆棚 真的太神奇了 在草丛里竟然能捡到野生小兔子 看起来好萌啊 捡到以后它能得到水晶兔子呢 水晶兔子放在水里抱 它能得到新的彩虹兔 如果我们拥有了幸运彩虹兔 整个兔年都会变得特别幸运啊 那还等着呢 咱们赶紧去龙下的草堆里找到了 那咱俩犯同行动 我去右边 那我去左边 哇塞哇塞 快看我找过什么了 没想到树下真的有小兔子啊 哎呀 这只兔子也太小了吧 哎 树叶底下有一只 看小兔子就一万两只 还有一只跑到树上来了 拿走 这只小兔子也太猛络了吧 小小的 还没有我的巴掌大的 小兔 我已经弄了四只兔子 丑啊我也已经弄了四只 每一只都长得很猛 而且肚子里面从头都有东西 赶紧来选择看看吧 看着我们的小脸 真的好可爱啊 眼睛小小的 耳朵还特别长呢 它们的身子 还能拉近一长哦 只要我搓一搓 它就瞬间变回原状了 咱们直接捡它的小小匠 把里面的筛子给倒出来 无论的第一只兔子里面 能不能触到呀 你快看 我触到了一只精力度啊 这个兔子手上 还抱了一只超级可爱的小红鱼哦 这第二只兔子 颠起来的分量也很成功 那这次我来捡它的小耳朵吧 水晶兔水晶兔 快出来吧 哇 这里面还有一只小兔子啊 虎头虎脑的 该不会是虎头兔吧 它耍起来的样子 好开心啊 可惜的是 我没抽到水晶兔子 这两只小兔子 是不是很开啊 来看看我的兔子里面 什么呢 纯纯嫩嫩的小兔子 也太忙了 好像两个糯米团子呀 我的天 它里面的刹刀子来 好可爱啊 什么兔子啊 让我来瞅瞅 竟然是一只石头啊 你们看 那笑的牙齿都露出了 来选第二只 来看来看看 哎 不把洛洛传啊 这只小兔子也太近了吧 它看起来很有钱的样子啊 哎 等一下 这里面好像还有东西啊 就是 一个黄金巨宝棚 难道这只兔子 就是传说中的发财兔 你自己也太专了 你还是两只小兔子 谁让人不能出了水晶兔啊 拜托 这次一定要给我抽到呀 妈呀 这沙子撒了我一手东西啊 这么涛涛里面有什么 哦 你们红色的小骨 这里好像还有一个东西啊 那是一只会打鼓的兔子啊 再来看看这只脸超级大的兔子 剥开它白白的皮肤 这黄色的是什么呀 好像是一只元宝费可爱 这上面还有超级大的天元宝呢 这兔子里还有一只兔子 你们认为它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啊 死的成不成啊 我会被你找个水晶兔子啊 我真的不是还有脸之呢 这不定他们俩的原先有啊 先来选开斗鼓第二只小胖子 我剪 把沙子叨出来 这沙子已经全弄完了 你们什么东西都没看见啊 看来你这肚子大 肚子是胖的呀 现在来摘最后一只了 这蜡红怎么还不对势呀 难道是一只霞翅兔子啊 我剪 打开 有个药冰冰的东西啊 这好像是 水晶兔子啊 这药冰冰的也太好看了吧 它有一种线彩的光泽的 太美了 最初要用热水浇一下 这一只水晶兔子 又会变成一只幸运彩鹿 那咱们赶紧来试一下吧 把小兔子放进去弄 浇上水 哇 天哪 它真的变颜色啊 太神奇了吧 这只草红星明团好好看啊 它现在好像有气候不同的颜色 有了它 那年就会幸运一整年啊 那你能不能见我又半年啊 好